你好,欢迎收看12月30号大台东地方新闻,我是卢宇慧 台东跨年网会将会面的演唱会进入倒数时段广受各方瞩目 不过近日来网络开始出现相关商品兜售现象 甚至于还有天价伴售门票的情形 主办单位台东新政府30号特别发表声明 他们说,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民众不要请雨天性了,以免受骗或者是不小心出发 阿美演唱会进入倒数时段 许多民众也都前往来到台东了 不过近日来网络开始出现相关商品兜售现象 甚至出现天价贩售门票的情况 主办单位台东县政府今天特别发表声明 表示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 请民众切勿轻信,以免受骗或不小心触发 县府文化处指出排卖平台不止贩售阿美跨年演唱会门票 连文化处免费赠月的文化月刊都被当成商品贩售 主办单位因此再次声明 演唱会免门票 民众只要在网上登记实名制 戴上口罩即可进场 遥远区人数有总量管制 其他观众区可以容纳较晚进场的观众 全都不用门票就能进场 请民众不要轻易受骗 记者陈恩如台东市报道